文路西法尔提示,本文有可能引起不适,演习攻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并非每个人都拥有容颜。 剧中大反弹任春棒的扮演者王茂雷,在该剧热播后便遭到了人身攻击,而企业竟然是,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太招人汗了。 一张截图由艾斯王茂雷本次后援团截图发布,经本文作者验证其中,被画出的ID已经全部改名,顾对原图为做马赛克遮挡,作者无意以鼓动网络暴力的方式,回应网络暴力,向了中部份截图做马赛克处理。 在剧中袁春棒,是一个坏的头上长疮,脚下流浓的踩踵,处处与主人公外应落洞梗,当发现观众的仇恨已经从袁春棒这个角色蔓延到自己身上时,王茂雷还会在微博刷一刷,袁春棒什么时候下线,这个热门话题,发发自己的表情包,与民同乐一下。 但是卖忙也无济于事,8月27日,王茂雷坦言,内心没那么坚强,关闭了微博评论,与王茂,碎片话,对公共发言越来越难,戏剧则提供了一种全面景观,普通人掌握的信息可能不足以说清一桩热点事件的前因后果,却能从电视剧中获得对整体性的虚假把握,长此以往,为公共性取代公共性直至完全取代 在公共性的趋势会不会越来越强,王茂雷的微博下有一种生意的存在,令我觉得这不是启人优先,如果说普通观众当喷子,是为了寻找乐子,体验权利,知名娱乐博主,电视剧视频自媒体当喷子,就只能说是为了博选眼球了,他不知道王茂雷是王茂雷,袁春旺是袁春旺,不能等量习惯吗? 穿着明白装糊涂是为了什么呢?不但荒漠化的心灵还不是最坏的,更坏的是有人从中发现了商机,不惜主动的扩大荒漠,如今粉丝把明星看作自己的替身,录节目镜头少了,站的位置不在C位,主演的节目收视率过低,主演的电影还骗太少,不仅仅是明星个人失业的损失, 还当看作对整个粉丝群体的羞辱,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难道说直接挑剔的标准,都是粉丝自发形成的吗? 感到自己身份危机的粉丝热衷于所场,刷收视率这些集体行动,他们将同样的热情投入到更有公共价值的关注中去了吗? 至少我观察的20余个粉丝身上没有证明这一点,在微博空间里,娱乐粉丝的群体和公共性的摔腿是同步发生的,这能说是消费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吗? 动物化的世界看上去是消费主义的乐园,实际上却只通无知于冷幕上的屠宰场,五湖爱灾,类的经历相似,香港著名演员周海妹就因为在湘密城沉浸如霜中饰演坏师坐镜的天后而遭到网民骂骂,时隔一天与王冒累前后讲宣布退出微博,两件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分角色与演员并不需要多强的智力, 不如说只不过是一种常识,令人忧虑的与其说是网民身上展现出的恶意,不如说是展现出的缺乏常识,这些网络霸凌的发动者被称为键盘侠,但这个称号感情色彩浓厚,并不准确,老网民一定还记得曾经流行过一种教育音聊天室的东西,在里面可以歇斯底里的与陌生人对骂, 买的时候花样板出,误会不堪,时旁听的人一心骂人,只是精神病发作,上顾网民亲切的管这些语言聊天室用户叫喷子,英文叫楚原意是钩子,现在专指那些在互联网上山峰点火,发铁找骂的人,喷子和楚尔才是对其更加准确的命名, 在2018年NBA总决赛之际,微信启有对喷群的出现,又成为了新闻热点,在经历过语音聊天室时代的老网民看来,这不过是互联网古老阴暗里的又一次回归,王茂磊和周海梅的遭遇让世人再次关注起喷子现象,但实际上喷子,从来没有远离过世人,甚至从来没有远离过演艺圈, 演员的高爆光帅,让他们竟然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最经典,也是最过激的例子,或许是白毛女中黄世人的扮演者陈翔,一次在集中解放区上演此剧时,一位刚参军的战士看到黄世人意图大战喜儿的一幕,万人举枪欲将黄世人当场割杀,幸而被班长阻止才没有酿出人命, 从此军队观看白毛女时明明禁止携带子弹,因为白毛女黄世人的扮演者陈翔,以每年代的特殊性这个例子,陈翔这个例子总被人谈起, 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并不是只有阶级求民族贺,才会让观众愤怒,到混晓了演员与角色的分别,在环珠阁的中式演绒模模的李明奇也长期遭到观众的暴力骚扰,甚至连买菜时都会遭遇白眼, 据说当年环珠刚不完,李明奇在参加节目,的时候有和小孩子互动的环节,竟然还遭到小孩子的围攻,还有孩子王高塔打死他,李明奇只好解释,我是好人,我姓李,叫李明奇,是容嬷嬷那个角色不好,不是我本人不好。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饰演了安家和的冯远征,很长时间以来也一直被家暴丈夫,这样的形象干扰生活,当年甚至还有人查到了他的车牌号,专门扎破了他的车牌,可以说是真的把角色和他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失去理智的观众也并不是中国特产, 在《绝命读师》中饰演老白妻子的安内庚,就在2013年致信纽约时报,抱怨自己遭受的人身攻击,这些攻击已经从角色蔓延到了安娜本人身上,安内庚,行尸走咒,中令人恨了牙痒的尤金的扮演者约医师迈克德米特,在2014年,收到了死亡威胁后报警并退出了社交网络,这还并不是行尸走咒中唯一一个遭到死亡威胁的演员, 饰演家百略神夫的赛斯吉列姆因为自己的角色早期,不愿意加入瑞克团队等设定,也收到了死亡威胁,还是来自威斯康新州家中地下市的几个13岁男孩,后来他说,我间接习惯了,这种威胁,在这之外,饰演了德怀特·奥斯丁阿梅里奥,因为被派了大家的心头号鲁哥,也被网民群起而攻之, 饰演哈拉的阿兰娜莫特森,出演安德里亚的劳瑞侯登,也收到过各种死亡威胁,这真是不独栽多难的剧,劳瑞侯登,权力的游戏中侧西,的扮演者林娜海帝在柯南秀,中说自己在买家具,十倍人当命叫后Bitch,波龙爵士的扮演者杰罗姆弗林泽无奈的回忆,在第七季差点射杀了丹尼里斯的龙后,邮递人都不和他说话了, 而在《星球大战》里饰演过加加宾克斯的阿明德·贝斯特,也为当时的很多新战迷讨厌,去年贝斯特在接受Wild采访时就曾透露,他在网上受到过死亡威胁, 还有人直接过来跟他说,你毁了我的童年,最近,他也发了推特提到了这件事,虽然没有具体说是每部电影那个角色,但从言辞中,我们还是能看出来,这件事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差点为此结束生命,看来喷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只是愚蠢的人类子常常遗忘了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个真理,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网络喷子呈现出失怨狂的某些精神特征,尽管并没有达到写助的病态程度,在普通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有多普通呢?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承认自己当过喷子,我知道美国人为什么喜欢川普了,可能大多数人都有当喷子的潜质,但纯粹的喷子并不占多数,网组的微博下,大多数留言都介于不好笑,的玩笑和纯粹的恶意之间, 说不上是在故意找茬,还是在评论剧情,是在评论演员还是在评价角色,这种暧昧正是普通人在小心翼翼,的视态权力边界的信号,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拟民的网络评论,无疑也是一种权力,而哪怕在微小的权力面前,人性也往往经不住诱惑,所以书喷子是个古常有的永恒黑箱, 只是库连某时代之前没有被人注意到,这种弗洛伊的事的回答并不让我满足,任何与权力有关的问题都不能仅仅归异于心理学,总是要和具体的社会结构相关,我随即选择了二十来个喷子的微博,想观察一下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毕竟海量的喷子,这样的个案观察,当然在数量上微不足道,却为我展示了比单纯的铁标签更密集的形象,首先澄清几个关于喷子的误区, 一,喷子都是头脑简单的未成年人,全心追得走火入末,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我就见过山娃的喷子,一脸幸福的自称女儿奴,处于对隐私级未成年人的保护,次数不展示解图, 二,喷子都是低学历,没有教养的出力之徒,我观察的喷子,理由好几个次我眼见是大学生,学历至上万科以上,而且从定位信息,和PO出的照片上看并不是在说谎, 三,喷子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很惨,所以在网上发泄怨气,我看到的在微博上报却生活的喷子只有一个,也有过的体面,光鲜亮丽的喷子, 谈见第一条,喷子是怎样变成的?来自周海妹微博下某喷子的自白发人申请,住,以上两张截图为同一个人,一个是在周海妹微博下的留言,一个是喷子自己的微博发言,还有个喷子道德之多元令人困惑,在自己的微博中说,明星也是普通人,遇当一个辱卖明星的喷子之间并不矛盾,最令我开眼界的是, 竟然还有呼吁反对网络暴力的喷子,这竟然是同一个人,互联网物中的多样性永远不会让人失望,而你永远都搞不懂一个喷子的脑子里道,你在想什么? 虽然这些喷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身份地位不易而足,但是我不能不注意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随机采样的这二十几个人,他们的微博无一例外,地没有任何社会新闻。 是的,二十几个人的微博里一条都没有,应援,追剧,抽奖,代购,晒吃,晒喝,晒熬,无论世界上发生了怎样的惊险大事,我都无法从他们的微博上找到一丝回想。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天然是政治动物,而当今世界的消费主义已经制造出了大量没有政治属性的人,这就是法国哲学家哥耶夫所预言的动物化,人像动物一样吃喝娱乐消费,但不再关心公共议题。 陈冠希的燕照门事件也把全民狂欢的时候,一位文化学者曾忧心忡忡地说,该事件中所折射出的真正问题是公共性的摔腿和为公共性的兴起,许多人压根不关注与自己的生存一切相关的一起,比如食品安全,医疗危机,而将或是了道德关切投入,倒对民心思生活的窥视中去,随着网络媒介将人类生活全面覆盖, 普通人接收到信息高度。